狗是人类最早训养的动物之一 与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 然而 狗的起源和演化之谜一直是人们探索的重要话题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狗的起源之谜 从古代到现代 从遗传学到考古学 从动物行为学到人类文化 从多个角度来解读这个令人着迷的谜题 二 古代狗的起源 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1.5万年前的古代 当时的狗可能是一些野生狼与人类之间的杂交后代 最初的狗可能是在人类社群中 为了狩猎和保护而被驯养的 然而 关于狗的起源存在许多争议和不确定性 因为很多考古和遗传学研究并不能提供清晰的证据 有一种说法认为 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3万年前的欧洲 在那里 狼与早期人类之间发生了杂交 并产生了一些能够与人类共生的后代 这些后代被人类驯养 成为了最早的狗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 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1.4万年前的中国 在那里 狗也被人类驯养 并且成为了农耕社会的重要伴侣 中国的许多文化中都有关于狗的故事和传说 这表明狗在中国的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无论哪种说法正确 狗的起源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因为狗成为了人类社会中最早的动物伴侣之一 3.遗传学研究结实的狗的起源 近年来 随着遗传学研究的发展 科学家们对狗的起源和演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遗传学研究表明 现代狗的基因来自于灰狼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 狗的基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人类在繁殖狗时选择了一些特定的品种 这些品种在形态 行为和性格等方面与灰狼有着很大的不同 然而 尽管狗与灰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但它们的基因依然保留了灰狼的遗传信息 这表明狗的起源与灰狼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近的一项遗传学研究表明 现代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1.6万年前的中东地区 这项研究利用了一种新的基因分析技术 对全球范围内的近千只狗进行了基因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现代狗的起源可能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狼种群 这项研究的结果与之前的一些研究相移植 表明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中的驯化灰狼 然而这项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 例如在狗的演化过程中 古代人类社会中的驯化灰狼种群 可能会与其他狼种群发生交配 从而导致了狗基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4.狗的行为与演化 除了基因学研究外 行为学也是研究狗起源和演化的重要领域 狗是人类最重要的动物伴侣之一 它们的行为和社交能力与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 研究表明狗能够识别人类的面部表情和语言 它们可以理解人类的意图和情感 这种能力与人类的共情能力相似 可能是在与人类长期共生的过程中形成的 此外 狗也能够识别其他狗的面部表情和声音 它们能够通过体位和声音来传达信息 这种社交和认知能力与狼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狼是一种相对孤独的动物 它们通常不依赖于社会互动来求生存 然而 狗的驯化过程中 它们的社交能力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而使得狗成为了人类社会中最受欢迎的宠物之一 5 人类文化中的狗 除了科学研究外 狗在人类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许多文化中 狗是一种神圣的动物 被人们视为守护者、保护者和忠实的伴侣 在古代埃及 人们崇拜一种犬类动物 称之为安努比斯 认为它是阴间的守护神 在希腊神话中 赫怀斯托斯的伴侣就是一只名叫西里克斯的狗 在北欧神话中 一只名叫格莫尔的狗被认为是死神黑暗之主洛基的作器 在现代社会中 狗也是一种受欢迎的宠物 它们成为了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狗被人们视为忠实的伴侣和家庭成员 它们陪伴着人们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 狗的起源和演化是一个复杂而又有趣的话题 虽然现代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约1.6万年前的中东地区 但狗的演化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 狗的驯化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们的社交能力和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狗作为人类社会中最受欢迎的宠物之一 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狗不仅是人类的伴侣 也是一种神圣的动物 在许多文化中被人们崇拜和尊重